为提倡校园运动风气 乔屯镇中山公园日前举办第八届 国中小学生乐趣巧裤球决赛 将近20队 约200多位选手到场参加 期盼借由比赛 来养成学生有规律的运动习惯 以及良好的体势能 参赛的选手 毛足全力往前丢 对手不敢示弱的漂亮接起球 战况相当激烈 刚比完赛的选手说着 这次的参赛心得 不但强壮身体 强壮身体的时候 你也可以培养默契 培养默契增加 同学之间的感情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好的 让我的运动更好 也可以让身体更健康 让我知道 普特军日的比赛怎么打 也让我知道有很多不同规律的巧克力球 为了提倡校园运动风气 目前与草屯镇中山公园举办第八届国中小学生 普及化运动之一的乐趣巧克力球决赛 而这次比赛是来自南德县各校江青20队 主要以国小三四年级的学童为主 与南百多位选手到场参与 在运动上来讲的话 是一个运动伤害最小 然后对小朋友的品格教育 或者是他生活的那些 团队合作的精神的训练 真的是很好 而且他投资跑跳 各方面的运动 我们都能够兼顾到 所以说我们巧克力球运动 目前在台湾的推展也是很盛行的 在这边感谢我们教育处的县政府 及议会对我们巧克力球的支持与推广 巧克力球运动与民国六十几年引进台湾 近年来相当顺行 也是人人都能够轻易上手的球类 相对的比赛竞争相当激烈 若没有长时间练习 是无法展露头角 拿到辉煌的成绩 希望借由比赛来更加落实 与推动普及化运动的精神 巧克力球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球类 可以说能发挥团队精神以外 也是一个精子球 所以说大家都是互相礼让 然后表现我们运动很好 这个轰度 今天在我们看到有将近二十个队 来组队来参加 这可以说已经开始来慢慢的升均 希望说借由这个普及化的运动 能够把我们巧克力球能普及 教育部自98年开始办理国中小学生普及化运动 到今年已经持续举办到第八届 而今年力推的项目有大队接力 乐乐棒球及足球 创意跳神 乐趣巧步球 结合健康与体育领域的课程 建立学生良好运动习惯 进而提升学生规律运动比例 三二一